大家好,关注逍遥记,带你感受逍遥世界。感谢观看本视频。 他当众数落韩光军了,而且韩光军也不生气。 他数落韩光军什么什么呀?他有什么资格数落韩光军啊? 想知道吗?你们过来,过来! 灯火通明的男弟子宿舍里,几个小脑袋凑在一起窃窃私语。 他们每天晚上出了复习功课,就是开卧谈会。 卧谈会的话题中心,往往是蓝望鸡和魏无羡两人, 偶尔会穿插一些仙门百家的趣闻。 大到魏无羡的轨道竖法,蓝望鸡的闲杀术, 小到魏无羡今天穿了什么衣服, 蓝望鸡腰间的荷包香囊是什么颜色, 都能使整个宿舍背腾起来。 今天的话题更劲爆。 据说魏前辈居然敢当众训斥韩光军, 这可是绝无仅有的事。 这是今天早晨的事, 邝县二人带着小贝去一座深山里夜猎, 因为去得早,山林里的沉雾还没有散去。 魏无羡燃了一张符咒检验了一下, 确认这物是自然现象,不是妖魔怪怪的糊弄玄虚。 众人这才大着胆子进去山林。 没想到这自然界的沉雾竟然让蓝望鸡吃了个大亏。 物很浓,三尺之外便看不清对方的脸。 大伙是手拉手进去的, 蓝望鸡拉着魏无羡最后进入的山林, 他们有意锻炼小贝。 谁知, 邪碎不仅狡猾, 而且数量不少, 打了几个回合, 两人便走散了。 当今世上, 已经没有多少邪碎伤得了望线二人。 这里的邪碎本是不大, 根本用不着他二人拿出看家本领来御敌。 于是两人分开后, 也没有第一时间去找对方, 一心只想斩杀邪碎。 也不知杀了几百只, 终于不再有邪碎痕迹了。 蓝望鸡将碧城插入剑鞘, 去寻找魏无羡。 魏英 空洞的山谷没有回音。 雾略微淡了一些, 但依旧看不清五米之外的人的面容。 蓝望鸡拨开茂密的树林, 仔细寻找它。 忽然一个虚弱的声音说, 蓝湛,我在这里。 声音中气不足, 似受了重伤。 蓝望鸡大惊失色, 循着声音飞去。 魏无羡靠着一棵树干喘息, 头发凌乱,脸色苍白, 看样子是经历了一场剧烈的打斗。 魏英 蓝望鸡目自欲裂。 我没事,蓝湛, 就是累了, 你背我下身好不好。 魏无羡抬眼看他。 蓝望鸡岂会不从, 即使魏无羡不说他也会这么做。 把魏无羡小心放到背上, 朝山下走去。 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了火话, 魏无羡诡异地一笑, 悄悄拿出一只锋利的剑, 朝蓝望鸡背上扎去。 是的, 这个魏无羡是假的, 是斜碎得头头变的, 借着这浓浓的橙物, 瞒过了蓝望鸡, 朝他后背刺了一剑。 蓝望鸡的嗅觉和其灵敏, 忽然感觉不对劲, 反手抓住了他, 然而后背依然防不胜防中了一剑。 伤口并不深, 也没有切中药害, 用姑苏蓝氏上好的金疮药一抹, 就好了大半。 可是, 却惹得魏无羡心疼得流泪。 给蓝望鸡上完药后, 他在草地上来回踱步, 气得肺都要冒烟了。 先是气那只斜碎的狡猾, 再是气蓝望鸡的上当。 蓝湛, 你看你, 都说你聪明绝顶从不失手, 今天怎么就上当了呢? 那个斜碎一看就不是我, 我从来不会主动要求你背我, 这点区别都看不出来。 韩光君, 你怎么那么笨呢? 回城一圈的蓝家小辈, 灯石金的瞠目结舌, 魏前辈竟然, 竟然训斥韩光君笨。 天哪, 韩光君要是笨, 世上还有聪明人吗? 唯, 我, 蓝望鸡想给自己辩解, 却又什么都说不出来。 那个假卫鸡学得像极了, 尤其是那受伤的娇弱模样, 跟魏无羡如出一辙, 瞬间击中了蓝望鸡内心最柔软的地方。 在那种情况下, 他根本没有时间思考, 也根本无从怀疑这个卫鸡的真实性。 魏无羡见他这副木讷笨拙的样子, 又是心疼, 又是好笑, 坐在他旁边搂着他的胳膊。 蓝战, 你要记住, 不能轻易被穴碎妖怪迷惑。 谁说受伤的一定是我魏无羡, 我有那么容易受伤吗? 我可是伊林老祖, 你有多厉害, 我就有多厉害, 下次不能上当了, 知道不? 蓝望鸡垂下眼帘, 顺从道, 嗯, 笨蓝战, 难得见到蓝望鸡在清醒状态时的顺从模样, 魏无羡顿时心情愉悦了, 终于开怀一笑。 这就魏前辈训斥韩光君的事, 这帮小子觉得, 魏前辈训斥韩光君比韩光君受伤的事还大, 从白天传到晚上, 不仅小贝们知道了, 连蓝西辰都知道了, 特地过来看望蓝望鸡。 这边小贝们在开华谈会, 那边, 魏无羡在给蓝望鸡的后背再次上药, 一边上一边唠叨着, 没想到蓝战也是个小笨笨, 也会上药。 蓝望鸡想起小贝们的话, 对魏无羡说, 我只会上你一个人的当。 呵呵, 韩光君, 成人自己笨很难吗? 你今天不就上了邪碎的当吗? 魏无羡一副, 我绝对不会相信的表情。 蓝望鸡轻轻一笑, 把他推倒。 你在我面前装可怜, 我每次都上当。 我装可怜? 什么时候装了? 你把话说清楚。 我, 我, 蓝不丁被推倒的魏无羡奋力挣扎着, 双甲迅速爬上了烟红, 目光门聋。 蓝望鸡用力堵住他的嘴, 就是因为你老装可怜, 我才上那邪碎的当。 蓝战, 蓝战, 放开, 我没有装, 我是真的。 魏无羡剧烈喘息, 把头左右摇晃着, 避开蓝望鸡那危险的唇。 没有装吗? 蓝望鸡放开他, 低头看着目光盈盈的魏无羡, 你每天都这么凶狠地欺负人, 害我动都动不了, 哪也去不了, 我就是很可怜好不好, 这也是装的? 蓝望鸡道, 你, 伸手扯下墨额, 用更危险的东西来惩罚他。 这件事情让蓝望鸡留了个心, 只有求饶的魏英, 才是真正的柔弱, 和真正的可怜, 其他都是装的。 恰好, 他就喜欢他的可怜, 他能怎么办呢? 魏无羡绝望的心想, 蓝战还是笨一点好。 修仙界的大家族喜欢在各地置办产业, 姑苏蓝氏作为一个传承千年的家族, 在外地置办的产业只会比其他家族多, 不会少。 自从魏无羡来到云深不知处定居后, 蓝望鸡又在各地置办了几十套房产, 就连某些偏远的山区, 都有姑苏蓝氏买下的宅子。 这些宅子都挂在魏无羡名下, 房子的地气由蓝丝锥替他保管。 买这么多宅子不为别的, 只是因为魏无羡喜欢自由, 经常以夜列之名去外地玩, 蓝望鸡担心他没地方住。 这些事情是蓝望鸡私下里做的, 魏无羡从头到尾蒙在鼓里。 直到有一天他带四追等人出门夜列, 天色太晚,来不及归来, 才知道蓝望鸡早已在当地 给他买好了别院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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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